她是全网男人地位天花板 怀孕的妻子为她端茶倒水 一来伸手饭来一张口生活潇洒 抄袭闲人李老板引争议 依然自得把妻子当仆人 她是假剧本还是真作 今天帮帮帮带大家聊一聊 盲人老宋 她视频中 只要一下班回到家 妻子都会第一时间拿上拖鞋 给她坐上一桌子的山珍海味 荤素搭配菜品不重样 吃海鲜完全不需要自己动手 妻子早早就将肉剥好递到嘴边 吃了一口茄子不喜欢 就立刻让妻子回炉重做 甚至因为怕老宋不喜欢做的茄子 还必须是一道咸口一道甜口 橘子必须只吃包干净的 一点点白丝都不能有 不然就要重新加工 吃完饭更是要安排上足域项目 水温要合适 还要有花瓣 翘着二郎腿 等着妻子给自己脱袜子 泡澡要控制好水温 准备好蔬果拼盘 还要点上一只氛围香薰 这服务堪称早堂小妹 假设老宋生了小病 宋嫂更是忙前忙后 完全顾不上自己孕妇的身份 挺着个大肚子走来走去 本以为宋嫂这样贤良舒得 老宋不敢恩戴德也得尊重吧 但没想到 她不仅一举其间嫌弃 平时对待宋嫂 更像对待侍女一样 小张的二五八万的态度 更是引起了广大网友的不满 纷纷质疑 老宋对宋嫂是不是有救命之恩 才能患得宋嫂对她如此死心塌地 就算是怀着孕姐不会影响照顾她 同样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闲人李老板可谓是好太多了 虽然同样是需要嫂子照顾 但李老板对嫂子可以说得上是百依百顺 虽然不说每次做饭都会搭把手 但只要李嫂不舒服 李老板表现的都是十足的关心 帮李嫂干活搬重物等等 李嫂心爱的包包 更是想都不想直接拿下 给自己买东西都没那么阔解 对李嫂确实要啥买啥 对比起来老宋和李老板的模式 基本性模一样 但同样的剧情 很多网友更喜欢看李老板 无他就光是对嫂子的态度 就能看出谁到底才是好男人 网友更是嘲讽 老宋抄都抄不到点子上 李老板之所以会活并不是因为家庭地位 还有他和嫂子的甜宠日常 过分彰显自己的家庭地位 不会让人觉得他至家有方 只会让人觉得他很嚣张 甚至七夕将至 宋嫂给两位母亲买了金镯子 却被他斥责为乱花钱 提前宋嫂以为是给自己买的 态度简直是非常恶劣 但听到是给自己的母亲时 才稍显和缓 后面听说另一只是给自己丈母娘 就更不乐意了 这抠嗖的态度和他平时大吃大喝的阔气 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不少网友都感觉生理不适 但其实老宋也并不只是会错 他知道宋嫂在家里的日常打扫辛苦 就时不时给宋嫂一些惊喜 有时候是一盆栗芝花树 宋嫂吃烤地瓜烫嘴 老宋就带上风扇 宋嫂口渴 她就立刻上奶茶 就连吸管也只是顺手而为 宋嫂想吃小龙虾了 老宋也是绝不马虎 立刻剥好的小龙虾串 怕宋嫂洗完脚后着凉 直接将脚放在自己肚皮上保暖 顺便给妻子安排上专人美甲项目 她总是口闲体正直 嘴上一边嫌弃着 但是行动上宠着宋嫂 在榜榜来看 不论是老宋家还是李老板家 其实都有自己的相处模式 毕竟生活是自己的 你喜欢老宋吗 评论区留言吧